最近,小编从好机友那里得到消息,唐嫣罗靖将于年内完婚,为此堂堂还辞演了新剧《欲望之城》,要知道《欲望之城》可以说是年度巨制。 除了唐嫣外,男主角请来了演技导师级别的陈道明,还有众多老戏骨加持,这样的超豪华阵容着实罕见。 而且这部剧对于唐嫣来说也可谓是意义非凡,之前唐嫣的荧幕角色大多都是玛丽苏、傻白甜,去年凭借锦绣未央,赚了一把关注度,但是还是没能摆脱在观众心目中傻白甜的形象。 而这次在《欲望之城》中,她饰演的是一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性,可以说是个女强人的角色,这对于她来说,是个转型的好机会。 然而,遗憾的是唐嫣决定放弃出演该剧,虽然小编觉得有些可惜,不过还是要提前恭喜唐唐了。 不过,小编在这要替广大吃瓜群众问一句了,你们啥时候加入晒娃大军养?